本视频由斯班顺华的吴尔特机油提供赞助 今天我们把这四台再售的中量级机车全部集齐了 这个中量级排量有点大 已经快要接近准功升级了 所以我们就不带了个本店CB610玩 就是这么好很 这个场面必须得飘起来 这四台车分别是四缸的川崎J900 三缸的YAMAHA MT09 然后V2的路卡迪821 然后还有直2的KTM790 这四台车它们在动力水平 还有定位价格这块都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经过这几天 没日没夜 没秀没少的欢喜大派对之后 已经找出了大家各自的心头好 其实到了这个级别 已经完全不能用某一个指标来区分它们的高低了 了解它们的特性 风格匹配你的爱好 这个点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的话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颜值大比拼 关于颜值这个事情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大家可以通过图像视频去看看你们最喜欢的里辆车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是骑给别人看的 那我们就到湘湖这样一个地方去看一下路人是怎么来看这四台车的 我给你们说一下这四台车呢是每一个厂价的中量级接车他们的那个价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 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车的一个型号 这个是川崎的J900这个是KTM的790那个呢是亚马哈的MG09 这边上那个是杜卡迪的821我估计可能你们都没进过 没关系 选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一辆 这点 可以进一看可以进一看 可以进一看 可以进一看 这个大宝马 他们都选择大宝马 好我们把他排除 我们来看这四两 大宝马不算 你最喜欢这两个 他喜欢这两 我帮你这个 这个是吧 杜卡迪获得一票 这一票好 又出鸡了 呆子哥又出鸡了 全军出鸡 你只需要在这四台车里面找住你们最喜欢的一台车就可以了 这分量车的价格几乎是差不多的 你们可以看 我为了他们转一下 你喜欢这个是吧 我喜欢这个 为什么 好漂亮 因为就好看是吧 对对对 然后颜色比较漂亮 颜色比较漂亮 要大一点 对对对 他最多 他最轻 好好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外面那一辆吗 这外面那一辆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个人喜欢这里 你个人喜欢这里 这个油厂感觉太夸动了 我看这个油厂感觉太夸利了 這個油厂感觉太夸利了 这个油厂感觉太夸利了 这个都喜欢这一台 这个都厚实 还好 谢谢你 我喜欢这个颜色 你喜欢这个颜色 颜色的 好 谢谢 我爱这个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我觉得英俊也不帅 哈哈 英俊也帅 我看形容看差不多 可能我会看颜色会喜欢一些 这个颜色会喜欢一些 但是看造型我看得到 看不太出来 造型上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 KDM用于颜色拿了一招 对颜色上可能如果我是一个女性 那它黑色作为塑料的话有一点亮色系的可能会更喜欢一些 纯黑的话有点太那个 光看样子的吧 可能这台黑色的 这台黑色的 为什么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一点 亚马哈他们觉得是这台比较简单 就是要设计没有那么固的 谢谢啊 那边的鸡蛋 对 那边的鸡蛋 好的好的谢谢你 谢谢这位 谢谢你们老板 这位大哥认识不干净 谢谢 最喜欢的开车 对 只有颜色 我觉得这个车比较有个性 看起来这个配置 看起来这个比较亮眼 配色 对啊 它这几个感觉比较 色彩上面感觉更闷了 对 它这个就有亮点了 这个还可以吧 这个看起来肯定是最酷吧 颜色也很差 诶 那我那个绿色可以用 这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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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款比的话肯定这个好看 但是这三款比的话这个好看 一二三四 好 好 OK OK 可以 谢谢啊 在外观的调查这一块 我们完全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川奇拿了8票 KTM拿了4票 亚马哈拿了3票 杜卡迪拿了2票 2票 当然这个是纯路人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个杜卡迪没有这个杜卡迪红的加持呢 就有一些黯然失色了 最想不明白的是川奇的J900 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可能是因为它在这四台车里面看上去最壮啊 最有肉啊 其实它在工艺啊 用料啊 包括质感上面 都是这四台车里面最差的 KTM这4票啊 完全是因为它的颜色比较调 因为我们旁边的这三台车呢 全都是暗色系的 反而是我们旁边那个挂了三箱的宝马700GS 莫名其妙的拿了几票 所以说呢 我们在骑这几台街车的时候呢 在路人眼里呢 只是一个有点贵的摩托车而已 所以说这四台车哈 雷台最漂亮最好看呢 这一个标准呢 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个最刺激的环节 就是速度大比拼啊 车马还是这几个车 821 790 J900 还有09 为了公平提前呢 我们找到了 最能够代表我们普通 这种大部分车友的骑士 身材的几个公司 GO 要不要傲娇一下 白叔弟必胜的姿势 你们不是平时不服吗 今天呢 我们就让他们服一下 开始 出来的时候 你不是叫嚣得最厉害吗 你为什么是跑的最慢呢 你告诉我一下 我要换车 你要换车是吧 这个头按不住 你是排的几啊 我不知道 好 好 换一个再来 你们再挑一次 最慢按次序啊 最慢的再挑 第二慢的再挑 最最快的最后挑 好 换车 3 2 1 走 走 第三轮 第三轮 现在又换车了 现在又换车了 准备啊 3 2 1 走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速度大BB这个项目 我们还是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最快啊 最好控制呢 是821和J900这两台车 而且821每次都能一马当先 这三车里面它基本上都是最快的 然后比较难 最难控制的是MT09 这台09呢 它的前段扭力实在是太大了 总有一种要翘头 要翘头的这样一个趋势 好 我还是把在同场啊 我呢 一个人把这四台车的所有的数据呢 都全部做出来了 给大家说一下 790的百公里加速成绩呢 是3.39秒 然后MT09呢是3.22秒 21呢是2.99秒 这个很猛啊 J900呢是3.33秒 嗯 其实到了这个排量段 这个级别的这样一个车呢 0到100米呢 只能说明它的一向数字 我还把它们0到400米的数据做出来了 790的0到400米的成绩呢 是11.63秒 冲键速度呢是193 MT09呢是11.67秒 冲键速度呢是185 21呢是11.72秒 冲键速度呢是198 然后J900是最猛的哈 最后它的功率呢还是发挥的绝对的优势啊 好我们下面就要进行两天两夜 没凶没照的换齐大party 最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结果 我们经过这几天没日没夜 没修没照的换齐了之后呢 他们已经我的同事们哈已经有了自己的心得体验 我们去采访一下按照高矮放射的顺序 看他们喜欢哪台车 我们先来还是按高矮的顺序来吧 来高子你是喜欢哪台车 为什么 我喜欢monster monster为什么 因为这个坐的又舒服又战斗 停一下啊 那个叫展示声浪是吧 声浪是很威猛 还有呢 对我就喜欢这种V2全全倒肉的感觉 开过monster啊 这些其他都是娘炮 那你最不喜欢哪台车 最不喜欢串起 为什么 开着它就像家里蹲马桶 好 那高矮矮本来是我的特性的 好现在轮给低配版或者盖版王逊 那你喜欢哪台车 啊 这还用说 那我肯定首选790 嗯 那790呢 它像就是操控起来像250 嗯 动力呢又像790 嗯 给我们有什么任何的压力 嗯 我短途骑啊 或者长途 跑个长途 我感觉很轻松 特别是在弯里 嗯 像我这种菜鸟 我骑起来都感觉既能加加分一样 然后就变成了鸭丸小母兽 还有吗 呃 主要是这这这些 那不过我还让我纠结的就是 刚才说的monster821 嗯 声浪啊 确实很喜欢 这这两天我骑的也比较多 嗯 但是呢 如果真的让我选一个 我肯定首选790 嗯 那你最不喜欢哪台车 那我最不喜欢的 就肯定是这个YAMAHA的MT09 嗯 这个三缸啊 有一个特殊的震动 我非常非常的讨厌 然后就是 给我白嫖啊 我也不要 所以我骑的最少 你都给锤子 那锤子不在这里啊 哈哈哈哈 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胖哥 胖哥 那你喜欢哪台车 我肯定喜欢MT09啊 啊 他说的震动 我觉得我从来没感觉到 嗯 是不是 嗯 这个低扭 随叫随到 锁得很 简直又软 嗯 齐姿又舒服 嗯 哪哪都好 是不是 那个压弯不是不好吗 这个一点点小瑕疵 你得允许它 是不是 嗯 喜欢它就要包容它 好 那你最不喜欢哪台车 最不喜欢呢 那821 821 为什么 嗯 那个震动实在是受不了 嗯 我跟你说 长途巡航的时候 90100的时候 手脚都正在发麻 嗯 然后那个防烫板 是正在腿也麻 嗯 油门虚位太多了 虚位太多 嗯 低速不好控制 不爽 真男人懂不懂 哈哈哈 真男人 那个胖哥跟平时说话 稍微在风格上有点区别 包括那个低配网训也是这样 不要见怪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最后来采访一下 瘦子啊 那你喜欢哪一台车 嗯 最喜欢的 英雄所见略同 我也喜欢这个MT09 嗯嗯 嗯 它的简正前伏后仰的这种感觉 如果在城市里带个小妹妹 一定特别爽 嗯 刹车手感让我特别舒服 精油又特别强劲 动力谁叫谁到 嗯 我还纠结一个车 嗯 790 但是我不会买 如果我的好兄弟能够买一辆 我周末去借他瓢一瓢就够了 我把我买 嗯 嗯 嗯 那个王迅他说买 好好好 我周末去借过来 那你最不喜欢哪台车 这个玩意 杜卡迪 嗯 油门虚位太重 让我始终适应不了 然后它的震动 我接受不了 一直脚底都有点麻 嗯 它那个烫你觉得没问题是吧 烫 我没有在城市里起 我可能没有感受出来 但是据说烤蛋 刚才忘记问了一个问题 你为啥是个最纠百车主 因为它便宜两万块呢 还是个四缸 这两个 好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对他们进行总结一下 四个车在基础的参数和配置这块 我们就简单的一笔带过 当然这四个车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他们的发动器形式 是完全不同的 开头我们已经说过了 在价格这块的话是川崎最便宜 十万九千六 然后排气量 然后最大功率和扭矩 都是川崎最大 包括整备质量呢 也是川崎最重 最轻的呢 是KTM的790 座高的话 也是川崎的795毫米的座高 那是最低的 包括油箱容积呢 也是川崎的17升最大 所以说川崎哈 它这个竞争策略啊 在这些基础数据上面呢 都是要大过其他的几辆车的 在油耗这块呢 KTM的790 我们测出来的是最省的 是5.5升百公里 在电控和大部分的那些基础的那些 配置上面呢 我们看下来呢 其实是KTM的790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 像电控的话 790有弯道ABS 千亿力控制 就是双线快白 多种装力模式 还有防甩头哈 其他几辆车都是没有防甩头的 基础配置这块呢 最差的话就是川崎哈 川崎的话 只有一个基础的ABS 包括像大灯这块呢 它都是一个普通的鲁树大灯啊 刹车这块呢 我们单独拎出来说一下 刹车这块的话 杜卡迪的821的基础配置是最好的 它有两个320毫米的浮动铁 配的是Brambo的M4的静向卡钱啊 然后说说它的刹车效能和手感 这块呢也是比较棒的 刹车最差的话是川崎这一块 最后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这几台车哈 我们现在说这台杜卡迪的821 这台杜卡迪821呢 是骑起来最有感觉的一台车 这种感觉呢 是一种典型的意识风味 它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于第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品牌调性 个人认为呢 它也是这四台车里面 这种曲线最美的 第三个呢 就是它这种威尔发动机啊 这种运力感觉特别好 排气呢也很有气势 跑起来呢很有劲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人机交互的这一块呢 它是最有参与感的这样一台车 但是呢 这台821呢 是这四台车里面呢 驾驭难度系数最高的 油门呢 控制呢 它有些前段有些虚位 然后呢 在城市里面走走停停的时候呢 它有些发烫 旁边这台790呢 就一个字形容 快 它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为了追求这个 跟这几个车一起跑山呢 就有一种感压子的感觉 你们为什么跑得那么慢 如果骑这台车去P1的话 它自带红buff啊 底盘呢 就是这种车架 简直这块的底盘呢 非常非常的强大 它也是这几台车里面最轻的 开起来之后呢 它本身的这种存在感呢 是最低的 其他几台车呢 开起来多多少少呢 都有点那么重车的感觉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电控啊 实在太牛逼了 差不多就是一个顶级跑车的这样一个配置了 在缺点这块呢 就是这个车它看起来啊 不怎么值钱啊 中低速呢 频率性呢不是很好啊 当然这台杜卡迪821呢 这个频率 这种低速频率性呢也是不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台 说一下这台MT-09 这台扭力大师呢 是一台很俏皮 很有玩乐性的这样一台车啊 没事玩个撬头啊 撬围啊 油门一把下去呢 就变得很有意思 它这个扭力呢 来的是相当的生猛 你一档二档啊 给油 你敢给油 它就敢撬头 在轻盈三角啊 还有就是在减震这块呢 也是相当相当的舒服啊 日常在代步啊 走街穿街的时候呢 会开起来很爽 只是在这种山路的这种情况呢 哎 你就会觉得呢 它有一点就是这种激烈压弯的时候呢 它有点软脚了 我们最后再来说它这个Z900 这个Z900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四缸排量最大 而且呢还最便宜啊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 它这个清和度比较好 原因呢就是它的座高比较低 然后尼尔街也比较好 四缸呢也比较线性啊 但是它这个座高啊 在你有一定驾驶经验水平之后啊 就是一个很不爽的事情啊 感觉呢总是蹲在车上再骑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高个子呢 它对这个座高呢讨厌的要事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车呢 它的各方面素质呢都很均衡 你走街也好 跑山呢也可以 然后呢也是这四台车里面呢 相对来说最无趣的一台车 它的缺点吧就是 在四台车里面它的刹车是最差的 然后呢做工啊用料呢感觉也是最差的 而且它的电子这块啊 电子系辅助这块 只有一个很基础的ABS 其他的车都是有牵引力控制的啊 所以说这么四台车啊 四种发动机形式 四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不同味道的车啊 这个821嘛是那个意大利位 然后790的快 MT9的好玩 那Z90的均衡平顺 所以说呢这里面最关键的是 就是看你喜欢哪一口 你就去选哪个车 这就对了 当然最后大家也别忘了我们 试斑说话的无二的机油 试一试你就忘不掉 好我们今天打完收工 回家 回家回家 你为什么要骑这个 你的自己摆不要啦 快快快快去你自己的 你就摆不香了不香了 打不错呀 这个才好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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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